我们今天的主讲人 我们台北大学的李教授 还有我们永丰鱼集团 探管理事业群的我们叶负责人 还有我们今年机械公司的陈董事长 还有国联 国联对不起 国联机械公司的 精密公司的陈董事长 还有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贵宾 还有我们线上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 今天的Corp的一个趋势 以因应的一个研讨会的活动 大家刚才我们司翼也稍微提到 就是Corp在今年的11月 在杜拜里的举行 为期两周的一个议程 在13号 这个月的13号已经正式落幕 这个大会里面 其实它的聚焦的重点 就是刚才除了刚才讲的 化石燃料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就是针对我们 原来我们承诺气候变化的一个承诺 已经转向到我们实践气候的一个活动 有做这方面的一个转向 另外就是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 我们台湾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一个国家 所以出口贸易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台湾出口的厂商就要遵循这些国际的规范 而且要配合国际我们的买主 要求我们要做一些碳的一个资讯的揭露 还有做进行碳的一个低碳的一个转型 所以这个是我们出口商要注意的部分 那我们国际贸易署为了 因应这些协助我们厂商来 因应供应链低碳转型的一些作为 所以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相关的作为 像这一周里面我们也办了贸易周 就关于减碳方面的一系列的活动 另外就是我们在贸易资讯网 我们有建立一个绿色贸易的资讯网 这个网站里面我们提供很多的资讯 像有关于碳的知识 还有提供了线上的碳管理顾问的线上的咨询 就是任何有关于碳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在我们线上提出 我们有专人来回复你 另外在这个网站里面 我们有提供了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的法规的综艺本 以及就是相关的问答 比较之前提过的一些问答 曾经提过的 还有申报的懒人包 另外我们有一个功能 就是在我们的网站上可以查得到 你的货品是不是列在欧盟目前第一批里面 列管的一个货品 可以用你的货品的分类号码来去查询 你的产品是不是在欧盟列管的一个货品里面 之外就是我们的网站里面 还有提供了企业减碳的出口能力的评估的系统 还有全球品牌商机的一个资料库 另外就是有针对我们出口货品的 减碳的部分的设计的辅导 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都有 大家可以多加的利用 之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有办理一系列的活动 像大型鉴检的活动 还有企业的分享会 还有工作坊 还有像我们最近都在办的一个是申报 西奔申报的一个作业 像昨天在高雄举办 另外就是我们也预计在明年的1月4号 会在台北再办一场这个西奔申报的作业 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绿色贸易资讯网里面 可以看到这些的资讯 也欢迎大家来报名 此外就是我们每年也会办理 就是协助厂商来拓销海外市场的一个拓销活动 还有邀请国外买主来台湾的采购 我们预计明年会办理160场的一个海外拓销的活动 还有25项的邀请国外买主来台湾采购 这些的计划的活动 另外就是大家现在比较知道 是我们欧盟碳边境调影机制 它第一期列馆的货品 在明年的1月底就要申报完成 所以我们第四季要输往欧盟的这些产品 就要开始准备到申报了 所以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有相关的申报的资讯 都可以在我刚才讲的绿色贸易资讯网里面 可以查询得到 也欢迎大家多加的利用 最后刚才有提到 我们今天三位的主讲人 今天吸引力非常强 所以我们这边坐满了所有的我们的听众 还有我们的线上也好几百位来参与 也谢谢我们三位的主讲人 来特别波容来这边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贵宾 今天来参与今天的活动 最后我也敬祝 今天的活动能够顺利圆满 大家在今天的演讲里面 能够收获满满 对你们的业务的帮助 有更多的一个帮忙 谢谢大家 掌声谢谢张天赋副主任 副主任请您在这个舞台中间留步一下 接下来是我们的合照的时间 我们要有请我们今天的三位讲师也到台上来 我们首先有请台北大学的李建民教掌 掌声欢迎 接下来我们邀请永丰于投控 探管理事业群叶慧卿负责人 掌声欢迎 以及国联机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陈志宏董事长 我们欢迎陈董事长 欢迎 那我们也有特别准备手拿牌 要递给我们台上的贵宾 那诚如副主任刚才所提到的 这个COP28 以及呢他所达成的决议啦 所带来的这些影响 真的大家非常的关心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线上 有几百个这个线上的观众同步参与之外呢 我们现场不好意思 有点爆肠了 所以我们临时加椅子 好 我们请看向前方的镜头 一起合照一下哦 好 三 二 一 好 再比个赞 好 我们后面试试帮我们 秀一下主画面好不好 好 我们台上的贵宾稍候一下下哦 好 好 我们再给副主任台上的贵宾一个掌声 谢谢 谢谢 有请您先回座 有请 谢谢 谢谢台上的贵宾 谢谢 那老师接下来呢 就要请您发表今天的这个第一场演讲了 没错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这个COP28 虽然说他的这个决议呢 不是强制性的 但是呢 也会带动这个各国 他们的节能减碳的政策哦 也会带动这些国际供应链的大厂呢 那特别是台湾 又以进出口贸易为中心哦 我们也必须要符合 这些碳盘查啦 以及减碳的需求 所以接下来呢 首先就为大家邀请到这个 每年都到这个COP 气候峰会呢 实地观察 以及参与的国立台北大学 自然资源与环境管理研究所的教授 让我们掌声欢迎李建民教授呢 跟我们分享这一次到杜拜 COP28的第一手观察 有请 来 老师有请 谢谢主持人 张副主任 叶董事长 还有陈董事长 还有今天与会的贵宾 包括在现场 还有线上 那么大家午安 那么非常荣幸 也非常高兴 那么再次的受邀 特别到台南南部 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气候大会 也不算是及时 但是也算是很新 那我想 因为我常年的参加 那么这个气候大会 那么大家 那么在观察的一些议题跟重点 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我主要的观察的目的 第一个大概就是希望能够 对台湾 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 能够提出一些参考 那第二个呢 那么就是希望给企业 在未来因应 这个全球的近零转型 那也能够有所参考 那由于这个内容 蛮多的 所以我想 今天大概用一些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因为每年这种气候大会 都大概都有参与者 都有数万人 今年特别多 好像有达到五六万 那实际的数据还没有看到 不过是比往年更多了 那我想 接下来我大概用一个小时的时间 跟大家来分享 我参加这个气候大会 第一个礼拜所观察到 还有会后之后 看到整个大会的一个发展 那这次呢 我们台湾在这次的气候大会 也做了很大的一个宣传 所以在杜拜的很多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台湾的 这个宣传的 这个活动 那主要的就是谈 Crimy Action 那从这里大家知道说 这次气候的主题 就是行动 也就是说 对于这次气候大会 大家所关注的 一个全球的一个盘点 那么其实 最主要的不足的地方 就是大家呢 那么行动 还是不够的快 所以这次气候大会 常常会看到 听到几个英文单字 第一个就是Embition 第二个就是Acceleration 就是一个是雄心 一个就是要加速 所以我想这个也大概 差不多就点出了 这次气候大会 大家的一个期待 那我想我个人的资料 把它带过 所以这次气候大会 在杜拜举行 那杜拜应该就是一个 沙漠的国家 但是他们经营得非常好 有很多 这个都绿化得不错 那整个大会的主题 就是Crimy Action 那这是一个大会的主会场 那从这一张投影片 大概可以知道 这次气候大会 大家所期待的就是 一个大会的成果 那这个成果的话 就是整个盘点下来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盘点呢 大概主要的就是分两大部分 一个就是对于我们1.5度C的 这个目标的一个 这个路径 有没有在这个路径上 那现在几乎呢 已经没有人在谈2度C了 虽然2度C还是一个 会让我们来讨论 但是呢 几乎呢 都是锁定在1.5度C 此外 大家也不谈2050了 因为呢 谈的就是2030 因为2050那么的成功与否 那么完全关注在2030的这个成果 为什么 因为温室气体呢 它是一个会累积的 那七种温室气体 少者在大气层累积 数十年 数百年 到数万年都有 所以今天排出来的一顿二氧化碳 或者温室气体 那么如果你没有剪下来 那么它就会留在大气层 非常长的时间 那明年又一顿上去 所以大家就会明白 如果我们在2030年 没有达到那个目标 那么你排放出去的 已经是超出我们的预算 那因此呢 它已经在那里滞留 所以你后面的达到的净零 没有意义 也没有用 因为呢 暖化还是会持续 所以呢 大家为什么 那么急迫 要能够在2030年 就要达到这个成果 因为呢 它跟一般的 蛮多的空气卵物不一样 因为空气卵物很容易就溢散 很容易就会随着扩散 那么会慢慢的消失 时间非常的短 相较于温室气体 所以温室气体呢 那么在目前的这种管理上 那么很在意的就是 我们要加快我们的减碳 否则我们如果在2030年没有达到这个目标 2050年 2040年 其实再怎么努力 其实都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所以大家再控制一点五度C 那盘点的结果 当然主要的温室气体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化石能量产生的CO2 所以你今天要能够去达到一个很好的减碳 你就是必须要摆脱二氧化碳的这个下降 那二氧化碳下降就来自于化石燃料 所以在过去的三年 那么就一直在讨论什么时候要把化石燃料 要能够把它废除 那英文字呢 有face down 那就全部的把它淘汰 那但是呢 糖和容易 因为呢 人类仰赖化石燃料 那么还是一个现实的一个考虑 所以呢 妥协下就是face down 就逐步的来减少 那个是到去年 到今年的话呢 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但是有一点进步 所以待会跟大家分享 那么进步在哪里 那所以第一个是化石燃料 第二个当然非常重要的就是节能 因为节能呢 简单讲就是少用了化石燃料 所以节能呢 就是在降低 在摆脱化石燃料 所以呢 在这次的气候大会里面 特别强调节能要倍增 也就是说 我们的节能两个意义 一个是摆脱化石燃料 一个就是创造新的人员 好像是一个所谓的虚拟的人员一样 因为你少用人员就好像在创能 所以他称它叫做first fuel 就是第一个能员的这个概念 所以节能呢 在未来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另外呢 那么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的变迁呢 都是因为这是一个全球的议题 所以呢 一开始呢 就是要谈这是一个全球的治理 简单讲 那么在今天呢 在谈这个气候变迁的时候 没有办法一个国家独善其身 也没有办法一个企业呢 独善其身 那么从这个全球的软化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大家共同的一个贡献 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说好我就把我的减碳做好 那我不管其他 因为你做好没有用 第二个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光你的范畴三就知道不可能独善其身 所以呢 换言之呢 一定要合作 那也就是要同行资源 所以换言之呢 在联合国呢 就是要怎么样促成大家去合作 那这个合作的目的呢 在哪里 合作的目的是说 不同的国家 它的减碳的技术困难度不一样 有些要减一顿要六千块 有些减一顿要六百块 这当中就差了十倍 所以今天呢 我在自己国家减一顿 只有一顿六千块 我如果把六千块 花在别的国家六百块 我就可以减十顿 所以呢 这个就是联合国呢 想要去促成这件事 那要促成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要各取所需 也就是说 我投钱寄数给你 我帮你减 可是我要的是探权要拿回来 所以呢 就建构了一个叫做 巴黎协定的第六条 让大家呢 有一个合作 所以我们今天在看探交易 不是在看说买探权 买卖探权 其实在看的是一个减碳合作 那减碳合作之后呢 就可以从六千块的成本 变成六百块 所以成本可以下降 所以大家可负担 所以雄心就可以提高 那这是整个巴黎协定 第六条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 所以这是在减排这个部分 另外呢 在调试这个部分呢 因为今年历经的是 十二万五千年来 科学家告诉我们 是最热的一年 所以在今年呢 也发生了很多野火 那也是一个 我们可以感受到 那么只有这几天 稍微冷一点 像台南还好 那北部又稍微冷 不然的话都是暖冬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背景下 那么告诉我们一件事 那就是说 我们的全球暖化 极端气候 那么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不是一个未来式 因此呢 我们必须要去做调试 也就是说 我们要去建立 我们的对抗 对抗这个气候变迁的能力 一般我们用了一个英文单字 叫Resilient 那就是Resilience 那就是韧性 我们要建构一个韧性的社会 那在目前来看 对于气候变迁 遭受到比较会脆弱的 你要建构的 就是水资源 就是粮食 就是我们生物多样性 就是我们的健康 那这四大项呢 是这一次议题里面 那么大家在谈的 要怎么样去建构它的韧性 也就是说 我们不但要减排 我们同时在目前来看 我们要建构韧性 而且我们要建构 足够的一个基础建设 要防灾减灾 所以这个是 这次大会里面的盘点 那么告诉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盘点的一个结果 那无论是另外一个主轴 就是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 那么发现到有些国家 那么它虽然没有排放很多的温室气体 可是呢 它却遭受到气候 极端气候影响很严重 所以就兴起了一个叫做气候的正义 也就是要公正转型 那么要怎么样协助那些国家 不但因为那些国家没有什么好协助它减排的 那些国家呢 要协助它建构它的韧性 所以要给它一些技术一些资源 所以那么去成立了一个 叫损失与损害的基金 那么也希望在这次气候会里面 能够让它启动 因为那么一直谈 那么帮助不大 所以要让它整个启动 所以我们最后推到就是要钱 最后就是要钱 所以整个议题大概就两个议题 一个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成本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我们面对的那么这个钱的问题 所以呢那么在这次的气候大会里面 这个气候的金融啊 那么特别的被受重视 那因此呢在国际上来讲 那么国际的金融机构 那么也希望在这里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因为国际金融机构 那么它主要透过投融资来赚钱 那投融资的碳排就会算成它的排放 所以呢它要摆脱这个碳排 要净零的话 它必须要改变它的投融资 第二个如果它没有改变投融资的话 它可能会遭受 它的整个投融资的极高的气候的风险 所以它在基于这两个要减排面对风险 所以它会改变它的投融资 而且未来金融机构跟现在的金融机构的操作 会慢慢的去改变 那么待会跟大家来分享 很重要你将来跟金融机构做生意 金融机构可能会怎么样来 来跟你做这个投融资的一个议和 那这个在这次气候大会里面 有一些新的一些准则出来了 那我估计呢 未来呢就会很快的 所以我们谈的是一个趋势 所以可能会在一年两年三年 或更常会遇到 所以我今天大概来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一个未来的可能的一个趋势 那所以在场内的谈那些事情 当然场外那么也有很多在诉求 那这些诉求大概也可以知道说 他们在诉求什么 大概就是场内 希望场内去谈的这个事情 所以刚刚我们可以看到 normal fossils 那另外就是lose and damage 要能够增加 那另外就是气候的相关的正义的问题 所以大致上呢 在场外主要的诉求是在这上面 那这次呢 那么我自己也去做了一个发表 那我去分享的 个人的探中和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只谈到全球净零 国家净零 企业净零 但个人呢 个人没有去角色 其实个人的净零 就代表着企业净零 代表着国家净零 所以我们到底是要top down来看 还是要but up的努力 我个人认为应该从but up来努力 因为从top down很难 非常难 因为从国际的管理治理到国家到企业 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非常难来因应我们这个事情 所以我在这次的气候大会 特别去提出 我们应该倒过来看 我们应该想办法让民众净零 那民众的日常 十一柱形欲乐 就是厂商的生产 所以当它净零的时候 就代表厂商的生产 应该也可以达到净零 那厂商都净零了 当然国家也差不多净零 所以呢 那么这个是我这次呢 在这里特别 在这次气候大会里面 在我们国家的这个会场 我们是跟帛琉来合作 那帛琉的环境部 那么还有帛琉的总统 大概都有历临了 这样的一个会场 那今天因为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发表 就不在我的观察里面 所以我这个只是附带跟大家来说明 我来倡议个人的探中 我个人的社会责任 所以这个是未来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那接下来是依照往例 那么通常它开幕的第一天 它会邀请四个人 重要的四个人 一个是去年的大会主席 就埃及的外交部长 会先来做一个发言 第二个是地主国杜拜的大会的 这个主席 第三个呢 那么就是联合国UNFCCC 的秘书长 第四个呢 就是科学组织叫IPCCC的主席 那所以我们从这四个人的发言 大概也差不多秀出来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还有这次大会 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那我们看这个 去年的 这个在埃及举行的这个气候大会 他的主席呢 提到 我们想要的气候融资也减少了 我们想要的逐步减少化石燃料也没有做到 所以他讲出来事实是这样 然后所以他提出一个很沉重的一个 这个心情 他说如果我们每一次气候大会提出来都没有做到 那谁会相信你这个气候大会的 的这个 这个权威性 大家就不信任了 那不信任的话 那当然 这个谈的这些事情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大家谈的 谈得好不容易 最后大家都没有去实践它 我觉得这句话 那么是非常的沉重 也是一个真实的情况 所以整个国际在面对这个课题 真的是力不从心 明明知道要怎么做 但是呢 就是没有办法做好 那大会主席更是直接讲 说不要再讲废话了 就是直接要做什么事 有效率的 所以不要讲废话的方法 这还第一次听到 所以也就是说他很急了 知道说这两个礼拜的冗长会议 一定是大家在小细节上 那么去争议 所以他就一开始 就不要在小细节 大方向要去做 特别说我们全球盘点的结果 那么会让显示我们 那么要更加强 我们2030年的雄心 这个要做到 那EVNFCCC的主席是这样讲 他强调要加速 我们气候行动 这个climing action的急迫 就是说大家要赶快做 而且要加速的来做 而且规模要扩大 那所以呢 他还是认为 必须要有更明确的 要让这个化石能量 要能够让他快速的一个摆脱 另外也呼吁呢 各国要提出更雄心的 因为现在的盘点 从目前的盘点的结果 大概是跟2030年 我们要减43% 全球要减43% 我们现在只有 大家提出去只有7% 所以差了六倍 所以呢 这个简单讲 这个就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目标 因为你差了六倍 那么你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你这个7%做到没有意义 就减了55亿吨没有意义 我们大概要减200多亿吨 那你现在减了那么少 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 在这次大会里面 那么大家最需要去面对的 那IPCC主席呢 更是直接讲 就是科学上告诉我们 温森相较1860年 已经增加了一度 事实上现在已经是1.2度了 接近1.2度 所以换言之呢 1.5度就差0.3 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其实呢 是在未来的三五年 就一定会突破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很严峻的 crimic emergency 是一个urgence 是一个紧急的 那可是呢 人类在对抗这个议题啊 其实还是 那么没有办法 把你要的行动 跟这个目标 要能够去做接轨 所以呢 那么基本上呢 他就特别提到 如果按照现在的差那么多 那未来呢 就只能够 面对的就是三度的摄氏 那这三度啊 其实两度都不想面对了 那三度的话 又比它多一度 那这个对整个地球的 气候的这个系统 可能会产生一个 极大极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问题很大 那其实呢 在这次会议之前 已经有各种科学迹象显示 在单月啊 已经突破1.5度 但整个年来讲 还是没有 但单月已经有突破了 这是9月 所以这次呢 这个是呢 整个今年的2023年 真的是历史以来 历史的一个新高 那另外呢 既然那么我们面对的是 这样的一个极端的气候紧急 那我们减排 然然要继续的努力 大家还是保持一个机会 可是呢 另外一个也是要有所准备 也就是面对极端的气候 所以在过去的两三年来 因为我长期观察 我就深深的发现到 过去的两三年来 相较于过去的 大概将近二十几年 因为我观察了 大概二十五年 二十六年了 那最近的两三年来 那么没有像过去那样 那么这两三年来 谈这个调试的特别多 过去呢 只有谈说我们要减量减排 大部分都在那个议题上 那么来 调试的很少 也没有人注意 可是呢 现在这个调试的议题 快要凌驾在减排上 所以这是什么讯号啊 这讯号是说 调试现在可能是更重要的 因为既然你的极端气候 你的温室气体的减量做不到 那你就要面对极端气候 面对极端气候 你就要调试 所以呢 在过去的几年 就开始联合国 开始提出了那个调试的一个报告 那这个调试报告 告诉我们 全世界 那么其实还有六分之一个国家 根本没有调试的计划 国家都没有 六分之五有调试计划的 也做得非常少 准备的钱都非常的少 这是一个必然的 你看我们国家就好了 我们国家你可以找到 我们有多少属于调试的计划 跟调试的预算吗 非常非常的少 任何国家都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调试这个工作呢 不太容易看得到成果 而且呢 它的成果会 地缘好多年才可能 因为它是很根本的一些科学研究 很根本的一些基础建设的要改变 我们比较有看到可能就是水资源 水利工程这些 那么在因应 大部分我们农业啊 各方面这个调试 非常非常的少 那原因就是刚刚提到的 那么它没有办法那么快看到成果 从企业的治理 从国家治理 没有成果 不会有人愿意去花很多的钱去做 可是现在要倒过来 我们真的要好好去做调试 特别是台湾 台湾的是比国际温度还更高 我们现在1.6度了 我们现在的温身已经1.6度 那国际还1.1 1.2 那所以我们面对的极端气候 可能还更严峻 所以这个就是要加速这个调试 加速这个气候的风险 这个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报告推出来的 一个叫做排放的这个缺口 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个报告呢 就是说broken record 又是创新录 创记录 打破记录 也就是我们一年全世界的碳排 大概有574亿吨 那这个一直在新高 除了COVID-19 那又回来了 那其中这个颜色的 这个颜色的就是fossil的CO2 也就是化石燃料产生的 你看占了大多数 所以你要让这个线下来 你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个黑色的部分 要把它摆脱 所以我们说那么 整个目前盘点的结果 我们如果2度的话 大概还差100到140亿吨的缺口 那1.5度的话 大概是差190到220亿吨的缺口 所以这个量呢 那么真的很大 所以呢 要怎么样能够去把这个量能够补足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面对的最大的课题 所以这个简单讲 这个要靠科技 靠很多的一个作为 那么但是呢 那些科技呢 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普及商业化 所以大家就因此而这样的延误了 这样的一个目标的一个达到 那这个图更重要 因为科学家有算过 如果我们要控制温身2度 控制温身1.5度 我们能够容许的从2011年 2011年到2101年 这90年 我们可以排放的如果2度 因为这是累积的 所以它算累积 所以这叫carbon budget 所以2度的话 大概是差不多1兆吨 这90年可以来排 一年大概可以100多亿吨 我们刚刚看是570 所以一年其实是可以100多亿而已 那如果是1.5度C的话 其实到世纪末 那么是只有2500亿 按照这个来看 2500亿 那以这过去的 从2018年累积到2018年 我们的化石燃料这三种 已经达到了快要突破了 已经超过了 累积下已经超过9000亿以上了 所以换言之 我们如果没有及早摆脱化石燃料 人类在对抗这个气候变迁 其实是空谈 没有用 那你要怎么摆脱 大概就是有几种方式 完全替代 那你现在要使用的话 你要有减排的技术 也就是你要把这个碳 要能够去做补货 那现在就是要做这两件事 摆脱不了 你就要把它做补货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要去 把这个化石燃料摆脱的主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要加强 我们的这个移除的技术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净零 那么光从减排 现在速度来不及 但是减排还是最主要的 还要靠减排的措施 但是我们要同步开始发展 Carbon dioxide removal 也就是我们要开始 从土地来碳汇 从科技来碳汇 直接空气补货 所以这两个未来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那么要发展的一个重点的这个活动 减排的活动 简单讲我们今天不能够只讲减排而已 我们要考虑的是移除 那移除的话就直接透过光合作用最稳定的 第二个用我们人为的方式直接空气补货 那这两个现在呢 以自然的话现在普遍了 但是还有个不普遍的是海洋的碳汇 所以海洋碳汇未来会被好好的发展 另外还不普遍的就是空气 技术都有 空气补货也好 或者是直接燃煤 燃气电厂的CCS补货 这个技术都有 但是就太贵 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它开始的来推动 这个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另外我们也特别看到它的整个调试 你看这个一样 两个英文单词 Under Finance Under Prepare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调试这个部分 我们的金钱太少 我们的准备太少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 你看这个调试的资金 我们差了比刚刚的减排还更多 减排差了六倍 这个还差了十到十八倍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目前面对的 整个全球盘点里面 那么告诉我们这些量化的结果 那因此呢 未来如果我们要加强这样的一个 极端气候应对的话 这边有上侧 中侧跟下侧 所以上侧还是要回避 回避的话我们还是要减排 所以减排不是只有减排 那个让温度控制在1.5度 减排其实也是最佳的调试 也就是调试的第一个 降低这个风险的就是我们要减排 那这是最上侧 来回避掉这个风险 但是这个显然做不到 所以我们就要面对的是中侧 中侧的话就是你要减灾 要让你的灾害要到最小 那这是中侧 那另外中侧呢 可能还不够 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下侧 那下侧的话呢 就是要面对可能很多人 因为极端气候遭受了生命财产的损失 你要成立一个社会的互助的基金 要成立社会互助的保险 那这个大概是跑不了了 因为第一个大概做不来 所以应该要好好的准备的是减灾 跟好好的社会互助 所以这是气候大会里面 我最有感觉的 那就是我们可能真的要好好的去思考 我们国家未来在面对极端气候 因为这种极端气候 它的伤害不是一个公司可以承担起的 也不是一个家庭可以承担起 因为那可能都很大 所以会让你的破产 会让你的一辈子的心血都没有 所以如果没有那种互助的话 它恢复不起来 所以这个必须要想办法 让它能够加强这个部分 那在这同时呢 那么在整个气候大会里面有会中会 他们又举办了两天 12月1号2号 两天的气候峰会 那很多国家的参与 那最后呢 那么主要的就是希望能够去呼吁 我们的气候的行动 再来强调 所以这次的峰会里面呢 也有四个重要的人物来做发言 第一个是大会主席 所以他提到了要加强这个资金 所以他开始呼吁要提供这个资金 那联合国秘书长 第二个联合国秘书长就呼吁 透过全球的盘点 我们要能够去停止 这个化成来使用 加强公正转型 那另外当然也要促进 多边开外银行的改革 那么对于气候融资呢 要能够去加强 那英国的这个国王查理斯三世 特别我觉得他讲话特别 我有感觉 他意思是说 未来我们这些钱 一定要用在真正的解方上 也就是银行这么多钱 不要一方面有解方 另外一部分就融资给又排放了 那这样根本就不可能解决问题 因为你一方面融资它排放 一方面融资它减排 那这样的话怎么样有办法减排 所以你应该把所有的钱就用在 真正的气候的解方上 所以这个情况呢 未来会是金融机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旋 另外他也提到 我们要建立更百年的这种愿景 那伊万乐伯西秘书长 更是强调说 极端气候已经到门口了 所以我们应该不分这个政党 没有政治周期 应该每一个政治的这个领导者 就应该在你任内 就要好好的去面对 好好的去应应 所以他们整个会议就是在 倡议很多的事情 包括相关的这些融资 所以已经有commitment 大概有八百多亿的美金的 各种筹募的基金 包括能源转型 包括气候金融 包括包容性等等 另外就是很多的宣言 像第一个宣言 希望能够多编的承诺 在更有雄心的ambition 第二个就是有crime finance 要能够去做更好的提供 第三个就是气候跟健康 所以这次气候大会里面 有这种健康议题 特别的在做开会讨论 另外一个就是恢复 生态恢复还有和平等等的宣言 所以这大概几个重要的宣言 那我们来看这次最后的报告 就是这个报告 这个outcome of the first global stock 这是他大会的文件 那整个盘点的结果 最后在文字上取得了妥协 那首先在减排这个部分 大概就是提到 我们应该要1.5度C的雄心 我们首先要增加三倍的再生能源 再生能源这少一个在 提高两倍的能源效率 另外要努力逐步减少 还是用逐步减少Face down 但是减少什么 没有减排的 这是今年增加的 没有unabit 没有减排的这个蓝煤电厂 所以换言之 未来蓝煤电厂要能够取得融资的话 可能就要有一些减排的 或者国家在减排的活动上 蓝煤电厂就要给他加装减排 另外要加速净零低碳燃料 那么另外是公正有序的 做能源转型 第五点很重要 对我们国家来讲 加速发展 这个零碳低碳的技术 例如再生人员 核能CCUS 还有低碳的氢能 所以换言之 他就点名这四项 那么核能基本上 在过去很少在大会里面去 因为他有争议 可是为了净零 这种争议必须要有 这个纵缓 必须要能够把它辨别出来 净零现在是一个最优先的 极端气候面对最优先 核能问题有很多问题 大家都知道 可是跟它来比 联合国就提出了 说这个还是需要发展 所以这个对我们国家来讲 也是需要有一个思考 我们的电力系数 那么基本上需不需要 因为这一点 我们来做一个改变 另外全球加强甲挽气 这也是提了三年 到今年就正式有个决议 那么就是要加强它减排 另外发展零碳低碳的运具 再来就是废除无效的化石燃料补贴 所以这个对台湾来讲问题很大 我们对中油台电 其实补贴很多 大家用低成本的电价油价很高兴 生活品质很好 可是这个部分会面对 大家会不会觉得台湾在这个议题上 那么需要去做一些讨论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全球盘点的结果 那么在调试上刚刚讲的水资源 粮食 还有健康 还有生物多样性 包括居住 还有一项很重要 大家都可能忽略了 也就是你今天在做调试的时候 你要借用在地的知识 在地的骑劳 在地的原住民 他们怎么去面对 常年以来他们住在这里 面对这种生活 他们怎么去面对的 你要善用他们的知识 所以要保护你的文化悉产的话 你要借重当地的知识 很重要 所以这个大概是在整个调试来讲 那么提出了一个共识 那么在金融来讲的话 那么就是提出了很多钱不足 所以未来要加强金融 包括已开发国家 要提供财政的援助 另外对于联合国要筹到1000亿 目前还没有筹到 所以深感遗憾 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金融的 一个盘点的结果 我们刚刚看到 那么对于那个大会的一个结论 其实整个大会结论是科技指导政策 也都背后有IPCC 背后有UNEP 背后有WMO 背后有IEA 这四个国际的大机构的研究的结果 Support 他们提出了 刚刚有看到再生能源三倍 能源效率两倍 还有夹晚期要减多少 全部都是在这个大会的同时 IEA同时发布的这三本报告 第一本就是能源的展望 第二本就能源效率 第三本就是update 他2021年提出来的全球近零的路径 他把它更新了 把它update了 2023年的update 所以这三本报告呢 那么就是影响到 因为整个议题就是在化石燃料 化石燃料的最权威的机构 就是IEA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那他呢 研究的报告呢 就被大家作为一个 整个会议的一个主轴 那这个报告告诉我们第一件事 在整个全球近零路线图里面 先要看现状 所以现状又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人员的温室气体排放 那么又创新高 所以一直在创新高 已经达到了370亿吨 所以在座各位有一个概念 全球574 能源部门的300 就化石燃料燃烧的能源的部分的370亿 所以这个是主要的一大部分 那因此呢 他提出了重要的解方 就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 2013年进行能源部门转型的话 第一个就是太阳光电 要透过它来降低30亿吨 因为总共大概要80亿吨 所以太阳光电要仰赖30亿吨 所以要普遍的发展太阳光电 第二个是风力 要20亿吨 第三个是电动车 就是要10亿吨 所以80亿吨里面 那么大概要仰赖这边有60亿吨 就三大主轴 太阳光电 风力发电 还有电动车 所以这个是整个大会 那么明确的释出讯息 我们要能够摆脱化石燃料 我们在运据上就要电动化 然后我们的发电上 就要再生能源 风力跟太阳光电 因此他特别做了一个分析 他发现相关的技术 其实都有长远的进步 这些都是最后每一瓦 需要花的成本 以太阳光电 大概是每一瓦 只有0.21美元 这个是电动车的电池 大概只降到 现在已经降到每一瓦0.61 那这个是风力发电的涡轮机 那个风力发电的风机 已经也降到0.81了 都是一块钱以下的 那另外就是除能 也大概差不多一块钱 所以都是从过去这么高 那么已经就降到这里 所以换言之呢 这个就是一个 可以发展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次呢 那么特别发现到说 全世界大概他们盘点的 46个指标 46个指标 就是你要2030年 要做到什么 46个指标 其中只有电动车的发展 达到指标 45个通通没达到 所以换言之呢 现在的电动车 那么还会持续的发展 过去呢 那么2020年的时候 25台车 一台电动车 现在呢 已经从5台车 就1台电动车 所以电动车呢 未来还会加快 所以电动车的电池 那么这个部分呢 成本的下降 或者充电的技术 那么就变得很重要 那所以他提出了 5个重要的一个倡议 每一个都变成整个全球盘点的成果 再生人三倍 装置容量全球 能源效率倍增 能源产业减排 75%的甲烷器 还有提高三倍的清洁能源的融资 另外减少化石燃料需求 就是节能 或者减少它的用化石燃料 那么就是要25% 所以这边有特别提到 对于没有实施减排的 政府呢 可以想办法让它停止操作许可 所以这些呢 都会是一个比较具体的 那么提供给各国政府 那么去做思考 也可以给供我们国内的电力公司 特别台电 它要加快部署 它的整个南煤电厂的 要么就是泰换 要么就是加装CCS 否则的话 它很可能没有办法用 那没有办法用台湾就麻烦了 因为台湾全部八成以上 靠化石燃料 燃煤又是一个现在还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会冲击到台湾 那台湾如果妥协限时 那我们的温室就要降下来就很难 那这个又是发电 所以企业要降温室就很难 因为你的电力系数降不下来 所以大家就在这里纠结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台湾 现在面对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所以它的用量化的角度 说你要增加三倍 从全球现在有3600个GIGA瓦 GIGA瓦就10亿瓦 提高到11008 所以它们都很量化 这效率两倍 就现在大概每一年 大概降低能源密集度 大概将近2% 未来要提高到变成降低4% 所以这大概都是有一些量化的 一些这个指标 那这个是甲烷器 那甲烷器 包括这个能源效率倍增 那么在这里有提出了十项方针 那我相信这十项方针 未来会是一个各国 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优先考虑跨领域的能效整合 开创更大的 这个环境经济社会的效益 等等这十项 这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重点 那么其实在两年前 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时候 2021年IEA就提出了 我们要降低全球的甲烷器 大概要90亿吨 那从这里面可以知道 那个湿地是主要的 但是它是nature的 那第二个是agriculture 那就是农畜牧的这个消化器 它们的这个产生的甲烷器 那个就要透过那么这个 一些这个饲料的改变 第三个是能源 就是我们现在看开采 开采油 开采煤 开采天然气 同时会溢散出很多的甲烷器 所以那个怎么样去把它做回收 这个非常重要 废弃物也埋厂 也很多会释放出去 所以要怎么样去把它做回收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整个三年来 最后在今年就提出了 我们天然这个要降低75% 所以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目标 在2030年 那再下来是全球的金融 金融才是一个重要的 因为它的力量非常的大 大家都要跟金融银行打交道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了解到 银行会做什么样的改变 这个趋势非常的重要 这个叫GFANS 就是格拉斯哥净铃金融联盟 或者金融净铃联盟 他们在2021年成立 所以今年2023也不过两年时间 所以他们已经出版了非常多的报告 那么最近的12月 就最近这个气候大会的时候 发布了这个报告 那就是要规模化这个转型 要把这个气候金融的转型 要把它扩大规模 那他们怎么做 他们其实提出了四大转型的策略 第一个就是Criming Solution 第二个是United 第三个是United 第四个是Metage Face Out 所以换言之呢 这四大主轴 那么透过这个四大策略 来制定它每一项的绩效指标 那我们来看一看 它怎么样去改变 透过它的融资改变来改变实体经济 也就是说我透过我融资给台积电 让台积电来改变它的一些减碳 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Criming Solution的话 它就是要能够想办法 让你的实体经济要能够去做这个减量 那另外预期你会往这个净铃的来参照 那United 基本上呢 也就是你要有净铃的承诺 而且需要有Avision 那第一的话 那就是建立净铃的Target 另外就是要有一个转型的方案出来 那也就是你要有一个Face Out的Plan 什么东西呢 太旧换新 你要讲出来 那你才可以借得到钱 那最后一项呢 就是你要有增加一些KPI 然后呢 要来看这个KPI的进展的绩效 所以未来你要跟银行借钱 你可能必须要参照它的 你要有定目标 那你这个目标跟1.5度C要有雄心 你要有方案 你借这个钱是要来履行这个方案的 那如果这个跟这个方案无关 那么钱可能就做不到 所以呢 这一连串 所以金融机构必须要自己建立一套 一套这个方法 所以它建立什么方法 它建立说今天你来跟我借钱 那我要你提出你的预期的减排 那它自己要建立一套计算器 要来算你的预期减排 你自己算你的 那我来帮你算 所以基本上彼此之间 那么需要去做这样的一个 这个减排的一个规范 所以这减排 如果你是一个avoid emission 你是一个回避排放的 那就要用life cycle 那另外就是你要有一个 推估它的减排的潜力 所以它基本上有三个建议 就银行要建立benchmark 你要能够有预测的能力 另外你要有一套计算器 把它建起来 你自己要有能力 那么来融资的时候 把讯息拿过来 那自己来算 那决定要不要融资给它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整个全球净零 那在这个议题下 美国的财政部 那么它就正式的发表 一个全球金融净零的 净零融资投资的 投融资的一个principle 所以美国财政部 正式的定出了这个准则 这个准则完全是呼应 刚刚这个 也呼应了TCFD的一些相关的 一些内容 那简单讲 这九大准则 就是我刚刚讲的 今天你要跟银行借钱 银行会问你说 你有没有定目标 有没有减排目标 那你说有 我有定减排目标 那他会继续问你说 你这减排目标 有没有参照1.5度系 那你说没有 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多 那你就不要借钱 那你必须要 我会跟你议和 你要想办法变成1.5度系 那你1.5度系 跟我银行现在目标一样的 我会继续问下去 那你这1.5度系 你借这个钱 是要去达到1.5度系吗 你有没有这些 你的方案出来 说要达到1.5度系 那你说没有 我借这个钱 是要做另外的生意 那我就不借你 你必须要借这个钱 是要来满足你的1.5度系的 你提出来的 五项十项的方案 比如我要太旧什么 我要太旧什么 那我要更新什么 那跟这个路径是有关的 那你才可以来借 那所以呢 简单讲 未来整个这九项准则 就是在告诉银行 或者告诉借钱的企业 你必须要 所以这次的 我的观察的 第一个重要提示 就是企业 看起来必须要订目标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连目标都没订 你未来很可能借不到钱 所以这个大概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所以这每一下我就不用念了 大概主要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就金融机构透过他融资 来要 你的借钱就要符合 跟我的这个1.5度系的路径 要一样 所以这大概就是一个 整个九大准则 那另外一个就是跟大家 因为我每一次去都会看日本 因为日本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他在做什么事呢 他通常在他的会场里面会分两块 一个就是展示日本的技术 所以他把他国内重要的最新的技术 带到那里去展示 展示一方面展现日本 在做这件事的成果 二方面就是做生意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去探讨 在日本跟联合国这种气候大会的 相关议题的对接性 就是说你要谈什么 我就跟你谈什么 那所以他们会安排很多的会议 那在这会议当中呢 其中有一项 他会去展现 他跟临近的国家的合作的 一些方案的成果 那这个大概是日本 所以我每一次都很好奇 都要想要去看 那在他的整个 第一个我们去的 那么第一个场次分享到 就是他刚好请日本的 东京大学的一个教授 在规划日本的近邻的电力系统 那他一个电力系统呢 我们如果我们从这边看 他有四种情境 就亲人加核能 亲人情境 再生人跟再生人加核能 所以换言之 在他们的整个情境里面 就是两种 核能加绿能 再加上亲人 这都是零碳的 都是零碳 所以呢 在这个四个情境里面 就是他评估的四个情境 我把它看了一下 每一个情境在核能这个部分 都占10到20%之间 这个就是一个 面对近邻的转型的真相 我不是说我只是想要转型 可是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个 那你要真的要达到这个转型 像日本他就面对 他就是这样子来做 那为什么日本他这一次 可以这样来跟大家讲核能 因为刚刚有提到 他知道联合国就是告诉我们 再生能源要三倍 然后呢 要核能 然后呢 要这个轻能 要CCUS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他就配合这个来 来规划 他的能源的一个系统 那请了外国专家 那么一起来做讨论 那第二个呢 他展现非常多的成熟的技术 而且都是生态系 整个生态系 这个是日本的山林 他已经完成了 CCUS的生态系 一 CCUS就探补货 再利用 再封存 这四大步骤 补货 封存 应该算是三个步骤 一个当然运输 那整个 你看这个图就知道 他从这个补货 然后到运输 到这个去利用 然后全部都已经完成了 这个一个生态系 这是山林的氢能 从 因为我们要谈的是 低碳氢能 所以叫滤氢 滤氢才有意义 所以呢 你看他再生能源 去提炼滤氢 然后把它存起来 然后再发电 所以他也是已经完成了 这个滤氢的一个生态系 这就是山林 这是Asai 就是日本的朝日啤酒 啤酒在炼的时候会有废水 它从废水里面呢 那么去提炼一个叫 固体氧化物的燃料电池 燃料电池就是氢能电池 它这边用这个来把它提炼出来 所以它已经有这个工厂 200个KW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已经可以快要商业化的运作了 这是PET 就很多的废塑胶 这些 它把它回收 那么把它解聚 再存化 所以你不用再用原油来提炼 你直接就是循环经济 那这个也很成熟了 这是日本的日力 这是他在现场展现的 我照了一个像 那我问他 他告诉我 日力已经发展出了充电 快充 我问他说你要充满的话 大概要多少时间 他说20秒 20秒 我们现在在讲说要充饱 大概都是要几小时 他说20秒 那我觉得这个技术已经是不得了 已经跟我们去加油都还快 所以这个会触动我们的电动车的普及 因为你充电只有20秒就满的话 那这个就不得了的一个进展 另外他们也提出了这个除能的移动式除能 就是你哪边要用 那我就移到那里去 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固定的 那它现在移动式的除能 所以这个是一个日本的一个最新的技术 然后在产业的话是循环这个经济 所以这个是整个日本的这种大商社 那日本另外一个做法也值得台湾来学习 他们从2013年 从这个2013年 那么开始 大概目前大概10年 已经有跟27个国家合作减碳 叫共同减量的机制 Joint Credit Mechanism 然后推动了200多个计划 每个计划都是产生减碳 那他们是由日本的环境部来主导编预算 然后跟对方国家去谈 比如说印尼 马来西亚 非洲 南美洲 那么去谈 然后共同组织一个委员会 大家针对这个减量的计划项目 那么来讨论 那么让它变成合规 所以透过这个减量 那么把这个Credit 这个碳权拿回到日本来 抵消日本的NDC 所以简单讲是这样 那这个碳权在产生的叫高品质 所以他们要follow 这个所谓的碳中和的计划 那要所谓的巴黎协定第六条 还有SDG 也就是要符合这几个标准 那来推动这些计划 所以呢 他们现在呢 已经有200多个计划在做 那他简单的做法就是这样 就日本环境部成立了一个基金 然后由这个基金呢 来call一些企业 然后他本身跟某些国家政府去谈好 谈好哪些工 哪些这个减碳的项目 就带企业进去 然后就帮对方减 然后呢 由日本政府来补贴 那帮他减 减的碳就日本政府拿回来 所以这整个机制是这样 比如说这是传统的设施 那么排放很多 成本这么高 那我现在要导入的话 可能也需要成本 那也会产生减碳 所以这个减碳呢 就是变成碳权 两方认了 那一部分就给对方国 一部分是日本拿回来 那另外呢 这个成本呢 可能也要新的技术去要成本 所以政府给他补贴 让他这个成本呢 变成是一个可运作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整个日本 那么的现在的一个做法 用透过补贴 把这个高技术的这个成本 给他压下来 让他变成可以来运行 这些全部都是 都是他们在推动的 那这个是他们在会议当中展现的 国家还有那个开会 然后他们讲到了 就是到2030年要透过JCM拿回1亿盾 减46% 所以43%以上就符合标准 就有意义的减排 43以下都是无意义的目标 所以现在全世界大概有九成 都是无意义的目标 少数呢 是有意义的 日本是 韩国是 当然欧盟全部都是 因为欧盟都是减50 那日本的话是减46 然后的美国也是 然后韩国大概是42还是43 也接近4了 那其他通通不是 所以那个目标 没有意义的话 其实也不需要定 因为定的没有意义 所以这个我一直百事不解说 大家去定一个没意义的 要做什么 因为你只达到那个部分没有用 因为全权软化没办法解决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日本的一个做法 可以值得我们参考 这是他们的side event 所以都有在谈这些 那再下来是巴黎协定的第六条 这是一个国际上最重视的 国际合作 透过这种合作 把资金技术给别人 把探权拿回来 所以大家都很重视这样的一种议题 那所以这一次呢 因为要好好的去把它建构一个游戏规则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未来这个巴黎协定第六条 它会非常重视的是这种carbon removal 就是这种整个碳移除的这种 所以它特别去发展一套 这个碳移除的一些活动的标准 那这些将来也可以让我们国内 在推动这个抵患志愿简单专案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 那它整个主要的就是成立一个监督的机构 然后要建立一套注册的系统 然后要有一个第三方的查验机构的一个认证 所以主要的讨论的重点 就是第三方查验证机构的认证程序 各位可能会不清楚说 为什么他们要谈这件事 因为在现有的全球的体系下 我们已经有的是减量的第三方查认证体系 SGS BSI全部都是在减量的有能力 台湾也一样 全世界也一样 但是在碳移除这一块 基本上还没有建立第三方的认证 第三方的查验证的能力 所以他们现在要开始那么要去建立这个第三方 所以未来如果台湾有机构 他往这个方向就不要再去挤那个减量的 往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潜力商机都很高 所以他要认定的是你的技术能力 你的财务能力 所以说你要当第三方的话 你就要这个 另外你的活动周期 注册的时间步骤 这一套程序 另外就是要从CDM转过来的话 因为CDM是进度议定书 相关的程序也要去做一个安排 另外要沿递一个永续发展的工具 也就是说6.4条就在谈永续发展的机制 这个机制必要跟永续发展17项 要能够去接轨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整个6.4条 6.2条进步的比较快 很多国家已经准备好了 像瑞士像日本那些都已经准备好 等到这个游戏规则弄好 马上就可以转换成变成6.2条了 所以6.2条比较没有问题 只是他有一个问题讨论 就是说怎么样扩大这个规模 怎么样个别专案的审查的时候 能够有效率 所以这大概是6.2条 6.4条对移除这个部分 有非常多的讨论 首先因为这个碳移除 指的就是 我把这个比如种树 那种树就有碳汇 那或者我把它CCS 把它注入到地底下 那个就把它封存 可是呢 碳汇可能一把火烧掉 打到地底下 可能又溢散出来 这个叫做恢复 所以他们现在在思考这个问题说 我如果同意你 把这个碳权给你 万一你恢复了怎么办 所以他们第二个人就恢复的处理 那就是要建立一套 恢复风险的缓冲池 也就是先把你 现在要罚给你的碳权100 我可能先留给你90 现在10 我把它当做一个缓冲保险 万一有恢复 我就可以拿过来做补救 所以这个基本上 他们现在在建立这一套 另外就是要怎么样 avoidance of leakage 如果了解这个减量计划的都知道 在我们谈传统的减量计划 这个leakage都设定为零 可是未来呢 你要讲清楚 你怎么去回避这个leakage 特别是在这种移除的这个部分 另外呢 更重要就是刚刚讲 万一你注入下去 你又溢散出来 不是只有把你的碳权 当做一部分的这个保险而已 你还要对负责 这个环境社会的冲击 你要提出一些方案 避免说造成人民 可能社会财产的损失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这里谈到的 要用一个稳健的 环境社会保障机制 所以这个也要去把它谈好 那另外一项非常重要 就是说未来因为都要禁令 所以避免这个碳权重复利用 我今天A国对B国减碳 那把碳权拿回来像日本那样 所以当日本用的时候 对方国就不能用 所以这个叫做所谓的对应调整 才不会一个碳权被两个国家来用 所以这个是主办国 就是地主国 他必须要承诺 我要遵守这个对应调整 所以这大概是6.4条 那么在谈的一些事情 另外在方法学 他们也有提出一些新的建议 也就是说过去 我们的减量计划是怎么样的 在座如果知道的话是这样 我提一个减量计划 我给你10年 所以通常就是 每一年的减量 通通算一样 比如我一年减1000 那我10年就每一年都1000 现在不行 你提出来的话 你第一年要减1000 你第二年要告诉我要减1200 所以你必须要每一年有一些强化措施进来 来接近你的减碳的雄心 所以你要有持续减碳 所以你的减碳必须要能够扩大 不要说每一年都减1000 你必须要1000 1200 1100 这样一直提升上来 第二点 我们的基线必须要比BJU要更低 所以这个将来在认定上 就会是另外一个课题 另外就是alignment 就要参照跟国家的NDC要一样 所以也就是说 未来的减量计划要申请的时候会问你 那你这个计划跟国家提出来 NDC有哪一些是参照的 如果有的话 我才会通过给你 因为它目的是希望透过这种个案 来达到国家的NDC的目标 所以这个是第三点 第四点非常重要 就是鼓励跨国合作 所以刚刚讲到的 讲到的就是说减碳 不能独散其身 一定要同行致远 而且必须要合作 成本才会低 雄心才会起来 所以这个大概在这里 特别说 Uncarnished Board Polishment Polishment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谈到的 瑞士他就呼应这种 第六条最积极 瑞士也是实施探税的国家 所以他们去成立了一个叫做 KLIC这个基金 这个基金专门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个减碳的计划 来从国内国外取得减碳的碳权 来抵消它的碳税 所以这是它一套方法 所以它有设定是鼓励是哪些项目 像太阳光电等等 另外就是如果你符合的这七项资格 你就可以来申请 所以他们有提出了一些申请的条件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公告的项目 所以你公告以后大家来提 提案如果通过以后就开始给你补助 补助完之后这个探权成功之后就拿回到瑞士来 所以这个就是目前他们执行下已经有600多万吨的 这个碳权拿回来的 那韩国的这个碳权交易是2015年开始实施 所以也是一个我们值得看的一个国家 它现在在做的 所以它总共有六种温室气体在控管 那部门大概是分为这几个 所以我们常在台湾讲说 台湾不适合实施碳交易 是因为我们的排放量大小太集中 那我们的厂商数也不够多 其实你要看韩国 韩国的大小型企业比台湾更大 差距更大 所以他们怎么克服这件事 他们就把交通运输 建筑公共运输跟公共服务跟废区都纳进来 所以你就扩大你的控管的排放源就可以了 就可以避免说你的排放源数量太少太集中 所以这个其实是韩国可以值得我们参考 那它的一些总量管制的做法 免费10%拍卖10% 那另外呢 这是他们目前已经减排了5.7% 然后呢这个交易量呢 也都逐渐的提高 那探价最高的时候达到30块美金 现在大概是十几块 那有点萎缩了 那另外就是他们有一个储存跟预介的机制 另外他们现在在讨论的是说 要不要开放国际的资源性探权 这个网上队经过他们中小企业比我们大太多了 总共有700多家中小企业 大企业大概是736家 那他们呢 透过问卷调查 大概有七成韩国企业希望引入 这个国际的志愿性的探市场 那所以他们未来计划呢 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NDC 制定的这个 依据这个NDC来制定它的总量管制 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未来的计划 那VCM的话 他们希望加强去管理 因为我的时间非常有限 那再来就是志愿性的探权的抵患的标准 那这个是最重要对台湾 因为有个机构叫做ICVCM 那他们提出一套标准 就是这个志愿性减碳的一个使用的标准 因为未来你使用志愿性的减碳探权 你必须要符合叫integrity 一个完整性 那换言之有四套标准 第一个 你必须要有减碳目标 那你假设你要减十 你的努力呢 只能够减到三到五 剩下的 比如说简单举个例 你要减十你就减三 所以你还有七减不下来 你这个七可以用 这个探权来抵患 因为你必须要是有减排目标 所以它不是让你去抵患真排 而是要让你抵患你的减排的目标 第二个呢 你的减排量如果七个全部拿来用 用探权抵患 这个就是最高标准 最好的一个探权的使用 因为你是让你的10单位的减碳 完全的去履行 你虽然只有减三 可是你剩下的花钱去买了七 所以呢 你就把它完全的把它履行了 那第三个就是你的探权的使用 必须要符合CCP这个标准 第四个 你要让整个程序呢 要能够做到监测报告跟确信 也就是说不是这个确证 也不是查证 而是要达到这个确信 所以这四个目标 通通程序都完成 这就是你的探权的抵患的一个完整性 好 我很快 大概在两分钟 那所以这个就是他会去发这个标准 就白金级的 就是你全部抵 那如果你抵一半的 就是给你黄金级 那如果抵的只有10%的 那就给你的是一个 这个银级的 那这是CCP的这个标准 要从这里产生这个探权 那台湾当然这个 我们的绩效很差 这个部分呢 那么待会有机会 再跟大家来讨论 所以最后的台湾的启示是这样 第一个启示是 这是整个观察下来 雄心这个韧性跟完整性 这是整个会议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字 加速能源转型 扩大金融 加强碳移除的技术 国际合作 减碳不能独散其身 那必须要同行资源 那必须要同行资源 减碳不能遗漏任何一个国家 鼓励志愿减碳 但是要符合这个完整性的准则 所以这个大概是整个重点 所以第一个启示是应该台湾 要制定一个有意义的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去回来 我们这个24啊 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分享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意义 有意义的话呢 其实我们这个24是因为 我们那个最后框下 那个减碳国际合作没有做 我们只要做这个就好了 我们未来五年 我们加强绿能 加强节能 再加强这一项就可以了 那我们再导入这个CCS 应该可以变成42 我看没有问题 那如果你现在那些呢 都不做 那目前只有靠这些 当然就很难 因为成本很高 而且你说台湾做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我们要有个认知 我这边用红色的写出来 台湾为全球减碳 其实就是台湾减碳 这点在台湾 一定要好好的大家认知 因为全世界都这样讲 欧盟对世界减碳 也是在对欧盟减碳 所以巴黎协定第六条 就这个精神 对世界减碳 就对台湾减碳 所以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加速电力的转型 你看这已经有冰岛是零 一度电零碳了 法国是0.0 41克 台湾是495克 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们整个发电系数呢 如果没有去做好的调整 我们这495克 怎么跟那个41克比啊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考虑 我们应该要加强布射 加速布射CCS 让这个蓝煤有减碳的功能 另外要把核能纳入过度性的零碳电力 也就是说这个零碳电力啊 应该要更多的选项 然后开创这个 能够让它赶快 能够像最近看到新闻啊 德国有七个国家 欧盟有七个国家 昨天的新闻 有七个国家 预计在2035年脱碳 德国现在是 还有0.378 它在2035 就十年后 大致上就可以脱碳 有七个国家 会脱碳在欧盟 企业要定目标 而且要遵守这个Rest Zero 这个五批原则 因为未来银行 你要跟银行打交道 你就是要有目标 你要有一些计划 你要跟他讲 这是清楚 所以而且企业 必须要很重要一点 就是要把这个减碳视为 你未来可以接 更多订单的机会 所以不要把它当作 是一个成本 你要把它当作是 未来我的订单的来源 就靠我的这个减碳 你的供应链 才会源源不绝 那第四个启示 就碳权的抵换要完整性 我们现在在整个 台湾的碳权交易所 目前呢 我们的减碳买的不能卖 那目前买的这个碳权也不能抵碳费 所以这个部分呢 会产生好几个问题 也就是有过度监管的问题 那高碳品质不能抵碳费的话 其实违背了7号码27条 那么因为7号码27条是说 你买高品质的碳权 环境部呢 会让你来抵碳费 可是现在呢 还没有去 所以都想说不能够 那现在呢 我们的碳权交易所会交易的是 先起砖案 先起砖案不是减碳啊 它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碳权 它只是一个标准 那产生的那个不是真正的减碳 所以将来 而且它有6000万吨 6000万吨 那是大概民国98年以后创造的 所以呢 如果在将来 我们台湾要达到近零更难了 而且它更重要的是 可能没有完整性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多的问题 时间因素 大概没有办法再跟大家谈 所以简单讲的 最后的结论是这样 我们今天面对这个课题 我们要有雄心 我们要加速 你只有把这件当作机会 否则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如果不是当作机会 就不可能雄心 不可能快 也不能有规模 第二个呢 我们国家呢 要有意义的目标 不要提24 特别是这次全球盘点回来 大家都要思考NDC的一个提高 如果我们国家对这件事 完全没有感觉 那其实这个不符合 我们去观察的结果 所以这个部分呢 应该是我们要能够去 另外近零应该是一个新的标杆 每个企业呢 应该把近零当作你的经营的 一个新的 一个ESG的新标杆 好好的去治理它 应用碳权可以缩短距离 所以我们希望在台湾的这些生产者 能够让他到世界各国去协助减碳 把你的减碳的能量的扩散出去 然后呢 可以把碳权拿回来 所以不是在台湾等着跟碳交所买碳权 永远都是需求者 你必须要变成生产者 所以怎么样让台湾的企业能够变成 碳权的产销者 Prosumer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也是我的期许 以上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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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